哈囉我是Juny 今天這集是 因為我以前會一直強調 不論你是什麼膚質 只是要 但我是直到最近才發現 欸其實每個人的膚質屬性不同 還真的不一定要耶 而且膚質是會隨著年紀改變的 反正呢 我最近上妝打底的方式改變了 一起來解析一下 一起上妝 第一part呢 我們先講一下我的上妝工具 粉底喜歡用海綿 或是美妝蛋 但是我更喜歡海綿 然後我最近很愛這種 菱形有寬度的 這是我在屈臣是隨便買的 我也不記得牌子的 反正妖妝店很多選擇 很好拍上臉 而且大家平常洗海綿 可能有點懶對吧 所以呢我就選擇像這樣 它有四個面 一二三四 我就用了四次再把它去洗 正反兩面呢 我就可以拿來擦 沾到手上的粉底 很符合我的生活習慣 然後最近就比較沒有在用美妝蛋了 而且它這種有角角的 我就也不用去 捏它或是巧角度 我就可以直接 很貼合在我的眼下的位置 鼻子的位置 很貼合 你看角度都剛好 所以我最近很喜歡這種 菱形有寬度的 或比較少會用粉底刷 偶爾還是會啦 多半還是都用海綿 粉撲的話我會準備兩種 一大一小大的是蜜粉定妝用的 一定要選比較 狂鬆 毛比較長的 不用管牌子 追求品牌的人 可以去買專櫃的肌膚之藥的蜜粉撲 是好用的 毛也確定很長 好 另外一個小的就是拿來 局部打亮啊 或是上腮紅 一定要找這種水滴狀 尖頭的 特別好用 你看我的顏色都只沾在前端而已 就只用這一塊 不用整塊 就是底妝部分 必備工具 那我們從素顏來囉 大家記得化妝之前呢 一定要先洗臉 因為你可能前一晚 有敷面膜 敷動膜 尤其是那種黏稠型的精華液 就會最會讓你的妝打起泄 那我自己習慣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大家 應該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就是擦 精華液 乳液 擦膀晒 上粉底 偶爾會加化妝水 那我前一陣子長了一顆超級大的痘痘在這裡 大到我懷疑我怎麼了耶 因為它的地基很深 深到很像是挖土機已經開到地下B6的那種深度 而且還黑掉 我完全沒有去擠它 因為它真的長得太奇怪了 反正最後它終於是消了 但是也留下很黑黑一小塊的印子在這邊 哇 我真的人生沒有幾顆痘疤耶 我就在想說 我去醫美雷社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讓它變淡 市面上很紅的那種美白淡般的產品 我也是以前都有試過 我幾乎無法 因為我就是混合機片 剛剛兩家比較敏感的那一種 偏偏我的痘印又在這裡 通常我擦了都會刺刺的受不了 感覺皮膚還沒變白 我皮膚就毀了 但最近我找到適合了耶 我真的可以擦 完全沒有出事 還真的就淡掉了 我沒有做蕾色 沒有敷什麼面膜 我用這一罐 Niwea的Luminous 630淡斑換白系列的淡斑精華 不過我先上網查這個成分是怎麼來的 說是他們品牌德國的實驗是花了10年 他叫630是因為是編號第630號找到的有效成分 而且是獨家專利 好酷喔 他們是先發現的人 其他品牌沒有找到的 而且美白這件事情 其實政府很嚴格 這個是衛服部核准的有效美白 而且皮膚科醫生也認證過的 試過的結果都是說溫和不刺激 所以我才敢試 如果你的膚質也跟我一樣是比較難高 然後也是真的沒有試到自己適合的美白類型產品 那建議你出體驗 你可以先用在手臂的內側啊 或是脖子啊 先試一下 我一開始也有先這樣試 然後沒問題才開始上臉 它是精華喔 但我覺得它偏那種有點水潤乳液的感覺耶 哇 有沒有 很滑嫩嫩透透的那種 質地有一點點粉橘色 主要這個L630他們是說 可以阻斷黑色素的源頭 再搭配微量C和E幫你深層修護 骨尿酸又可以保濕補水 我覺得這個滋潤度蠻高的 但不會油 我秋天是完全OK 我是從正夏天用到現在喔 完全不黏 我就隨便磨兩下 吸收了 給大家近看我臉上的 豆吧 真是幾乎看不到 本來講在這一塊耶 我本來有想說 如果它再不淡化 我就要去打來設 欸 省下來了 當然你擦保養品之外 你一定要是勤勞喝水 好好防曬 全部都是保養皮膚的助力 然後你再搭配美白的產品 肉眼可見真實有效 而且我當時是有特別針對這個蘋果肌 就一定要擦到這樣 我沒有厚敷就是正常的量而已 擦完有沒有 兩頰水潤潤的 但沒有油感黏感 以我就是混合其拼量來說 非常舒服 精華擦完之後呢 我就再擦自己的乳液 擦完保養品不要急 你要等你的臉確實的 完全吸收 清爽了之後 再開始化妝 先擦防曬 防曬呢你只要找有細數的 比如說你想要找試滴乳 妝前乳 那其實就OK 就那一罐就好 後面就可以開箱 就想要分地 防曬呢也是L630這個系列 因為我想說我就被L630燒到了嘛 那乾脆買同一個系列 看我的豆吧 可不可以早日消失 它消失了 這個是L630的防曬乳 它上面寫的是 UV防韻乳 我覺得這一罐很特別 它們有一個防曬專利 是別人沒有的 它們說是air net 空氣網膜 質地是乳白色 都是同一個香味 我覺得它們這系列的香味 都有那種 不法乳的味道 就是香香的啦 這一罐也是偏乾人會喜歡的 保濕力很夠 但也不會影響 後面的底妝表現 防曬係數也夠啦 SPF50 三個加 它係數很高 但不會悶 是清明型的 而且大家聽到美白這兩個字 可能就會很擔心 美白這樣是不是不能曬太陽 不要擔心 它這個就不一樣 它是不怕曬的 之前就有聊過 我一個朋友真的都不擦防曬 直到長班了才驚覺 喔 真的要擦防曬 再一次提醒 防曬真的很重要 這罐我目前用到現在 就沒有什麼缺點啦 我覺得很怕香味的人 可能會覺得這缺點吧 但是我覺得蠻香的 可以接受 邊擦邊保養的感覺 敷敷敵貼 這兩罐都是各大藥妝店都可以買到 你們可以打開下方資訊欄喔 好 那我們就來上粉底囉 粉底我今天想要那種 活動淡淡的感覺 原生機的FU 這個是RMK的新品粉霜 這個真的很厲害耶 它是用手也可以抹均勻的粉霜 神奇到不行 而且用量也不用多 這麼小顆可以擦我的半臉 我會先抹開 把粉底抹開抹勻 拿出我前面說的工具 海綿 我家另外一般別人也用抹的好了 這一罐很適合你先把它抹開 再把它拍開 超薄的一層是這樣的效果 喔喔喔 很漂亮 給你們看我這個蘋果肌 這裡還沒上妝 跟這裡有上妝 蘋果肌都是水亮亮的 這是我前面用的妮薇雅 臉邊邊也要拍 我抹 很漂亮耶 你們真的是要好好保養喔 保養得好 底妝可以薄 我來抹另外一半邊給你們看 有多好抹 輕輕的 不要用力 你看 這樣抹開 我跟你說 它的抹開的感覺 真的跟粉底抹開是不一樣的 也跟平常的粉霜抹開是不一樣的感覺 沒有粉痕啊 然後你撇個幾下 它就融進皮膚了 而且眼下也不會乾燥氣溫 這個真是寶藏啊 RM的粉底我真的一直都是很推的 你看 我用手抹開的耶 哇 那你當然還是可以用海綿 你擔心的話還是可以這樣排一排齁 但這一罐它追求的就是那種 非常 薄透 自然 沒有太多妝感的 啊如果你今天要完美無瑕 要非常精緻女孩的話 那你 你可以 勢必玩 我覺得精緻女孩就是完美無瑕型的 可以選 Bobbi Brown新的重草起點 遮瑕度非常高的那種 遮瑕老朋友 HOLA的 光影遮瑕膏 你們去買了嗎 我已經用到這樣 側邊已經苗條起來了 從去年用到 今年還是很喜歡耶 專櫃的選擇 然後兩色混合 遮瑕唯一的技巧 遮在黑圓圈的邊界 這樣 然後一些紅紅的小瑕疵 OK 然後用海綿上面的魚粉 帶到眼皮 就是用最少量的去帶眼皮就好了 這個就是我最近的底妝 就是你都還看得到肌膚原本的樣子 都還保留住了 但你整個人是亮起來的 好看好看 好再來定妝就是本集的大重點 我改變了上妝方式 定妝我之前都很堅持 就說你就是要全臉蜜粉 定好定滿啊 我覺得就定要 尤其是夏天是絕對要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你跟晚上是混合肌偏乾 注意喔 膚質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全臉出油大油肌 你還是要全臉給它蜜粉定妝 不然你夏天出去就是毀掉 但如果你是混合肌 偏乾肌 中性肌的人 你就 譬如說我現在都只定在 T字 下巴跟嘴角 因為就好像吃東西啊 我一直把那蜜粉沾掉 蜜粉用之前 IG也分享過 我覺得非常棒的 Bobbi Brown 維他命蜜粉餅 定妝餅 欸它是這種黃色系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超級白皙的皮膚 很嫩白型的 你不要用這個 因為你會看起來非常黃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黃皮膚 這個顏色是可以的 擔心的人你就是靠櫃試一下 粉撲對折 把蜜粉搓均勻 多餘的拍在手掌上 輕拍在要定妝的部位 額頭出油 鼻子出油 Kiaba出油 輕輕畫圓 定妝 定妝 鼻子 嘴角 眼皮 兩頰都不要動到 我要用定妝噴霧 哇 我又重新按上定妝噴霧了 而且我們最近很勤勞的是 不同的定妝噴霧 然後呢 因為我先生是上海王 我就上海王 上海王 我就順便在淘寶訂了 也蠻紅的西瓜水 他們說是水光感的噴霧 沒有 有人有用過這一罐嗎 你們的心得真的也有水光嗎 我沒有 為什麼 而且我確定我買的是正版的 然後這個西瓜水的味道 就是很像西瓜口味的 超濃郁口香糖 很奇怪 我不喜歡 以及它的噴霧超級不細 哇 很像下雨這樣 很像毛毛雨 噴霧大道好像在洗臉 哇 我就剛上完妝就要洗臉 NO 好 然後我最近用的是 植村秀的柚子的定妝噴霧 它是水感保濕的 它們有很多種香味 有強調霧面的 又有強調水感的 這個就是強調保濕柚子的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夏天用到現在 嗯 很漂亮 持妝力也很不錯 一邊臉我壓個兩到三下 另外一臉我想要試這個 昨天剛拿到的NARS 它也是水感保濕噴霧型 這個味道怎麼有一個煙燻味啊 噴霧的細緻度來說 兩個都差不多 但我覺得植村秀的噴頭再更細 更均勻散步的感覺 這個比較像那 火力全開集中的點 以前的定妝噴霧都超級強調 哦 要幫你沉默之後 控制油光 去除幽 都太強調那些了 我就覺得NO 但是今年比較多 強調水感啊 保濕啊 亮澤 所以我又重新喜歡上定妝噴霧 也真的 我覺得讓我的妝感是更持久漂亮的 通常邊化妝我會邊擦護唇膏 護唇膏是LAMER的 我覺得它很保濕 香味也蠻療癒的 有一點草本植物 是蠻療癒 可是我覺得不香 眉毛大家一定要去看 我們美妝保姆前陣子分享的 化眉跟修眉的分享 今天我在想要用 用這個好了 我最近覺得POLA這個很有趣 你們不覺得這顏色很猛烈嗎 就是感覺很不日常 啊 我想要反向上唇 我每次都唇彩油到最後 但是我覺得我最需要的氣色就是唇彩 請把多餘的護唇膏 我剛才是厚塗嘛 多餘的護唇膏 泥掉 好 我最近發現這一支BOBBY BROWN的唇油 哇 好棒 這一支好漂亮哦 這一支叫做Eternity 好好看 大家還記得我非常想上唇彩 最愛最愛最喜歡的顏色是哪一支嗎 答對了 是韓牌的Roman一號 我一直在想說到底有什麼可以取代它的 然後我就發現這支完全可以 哦 黃皮好適合哦 嗯 應該11月初再發它的詮釋色給你們看 會發在IG 哦 它是很美 而且它不會乾 它的質地比Roman的還要再薄跟輕盈哦 就是上唇沒有那種覆蓋感 然後綿綿的 我用最薄最薄的給你們看 好好看 更勝Roman 我覺得比Roman更漂亮 淡妝也適合 等一下完妝再來上厚一點給你們看 哦 好皮膚很適合 我來試這個給大家看 首先我要沾這個右下的橘 快速上給大家看哦 右下的那個橘中整個大面積的鋪底 這個粉紅色 不可怕 不可怕 壓在眼尾 把它暈開 粉紅色下眼瞼也繼續戴到下眼皮 暈開 像這樣 這樣是我最近比較常畫簡單版啊 這樣再更深邃 金色放在眼皮中間一點點就好了 這種浮誇色 還是可以做得很內斂 比較有顏色的那種 睫毛記得 夾 刷 抗起來 然後再刷 最後是捏 就是把睫毛捏成一束一束的 好 這樣子眼妝就完成啦 襪產的話我是用賽上的襪產筆 它只有一個顏色 之前我跟Korea不是推那個CAMMAC的嗎 很多人都說那隻太乾了 然後我前陣子就找到這一隻 相對不乾 哎 其實還是乾 相對沒那麼乾 非常肉色的 這個是粉膚色 眼影剛剛忘了也要試色給大家看 基本上它那個白色是一個有亮度的底高 POLA的眼影一號色 主要這三個顏色的發色是這樣 都是有那種很細膩的小珠光 非常貼 所以我才覺得有質感 眼睛不會拋 還有一個小小改變的化妝方式 就是我的修容 除了一樣會從眉頭延伸到皮樑的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地方 就是我已經不會連著修容了 輕輕的抹開 每一段都是分開的 我以前會這樣 整個這樣 我現在分三段 這邊一段 這裡一段 鼻頭再一段 我最近很喜歡 用像這樣子 超級淺的膨亮色 有點粉袋子的那種 濕力點 只要在指頭的指尖上就好 不是整個這樣拍喔 沒有整個粉波 前端 這邊是蘋果肌嘛 然後往內移一點點這邊 噴起來會差很多 就找這種會膨的顏色 不要找裸色 最重要的是也是霧面的 有沒有感覺精氣神有回來一點嗎 會有一種磨皮的感覺 有嗎 拍影片我都會下手故意中一點 讓大家看個清楚 腮紅我用賽上的四號色 就可以接續在剛剛這邊打亮的旁邊 然後眼下的感覺 鼻子 下巴 完妝我們再來加一點唇彩 F-T 這支 它真的是 黃皮膚非常適合 用起來不會髒髒的橘紅色 然後也很好卸 我只是隨便先擦一下而已 最重要的 K-MAC的打亮 鼻頭 鼻樑 完妝 那一件很喜歡畫的上妝方式 如果還是不記得步驟就可以 這樣子的方式 照超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 記得還喜歡哪個訂閱我的頻道 就記得這邊是我的IG跟臉書 也記得趕快來追蹤 那我們就過 今天下次見 掰掰 我今天也是穿我的聯名衣服喔 大家有去看過這一支了嗎 記得要去看 掰掰 喔 嗚嗚嗚 呃